你 白川 来 粗啊 你也知道 我子川秀这个人呢 平时对生活的品质 还是有要求的 因为这次离开帝都 太匆忙了 所以啊 这些人的粮草 和棉布 我只能从他们那些人 身上设出来 你欠这么多以后怎么还啊 你这么直率 怎么做我的富将啊 我们是出来打仗的 打仗就不可能 一直留在凯阁城 所以我 所以我欠他们的账 不着急一时还请 子川秀 自从你抵达凯阁城之后 整日不见踪影 放任手下外出寻欢作乐 现在又在这里 欺诈凯阁的商户 你到底想干什么 白川 你怎么能直接 称呼你长官的名字 陶儿 陶儿 有雷洪消息了 雷洪 消息哪里来的 周段庄老板的妹妹 她的相好是卡西财主的表哥 行了 认身挺多 都是投的合作伙伴啊 他们是这么说的 难道说 你召集这么多商户在此 就是为了打探雷洪的情报 怎么 本大人的想法 也要跟你汇报吗 罗姐 赶快通知茗玉 把外面那些吃喝玩乐的兄弟们 都召集回来 现在 有正事要做了 是 这么说 我还错怪你了 或许情报是一方面 我留着他们 以后自有用处 你召集这些商人的情报 靠谱吗 能在这远州做生意的人 都有两把刷子 情报里说曾有商队 在洛霞山谷一带看到过 雷洪率领叛军 那里一手难攻 也很方便募集粮食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去看看 我这就去协助罗姐整顿队伍 明日即刻开赴洛霞山谷 我 你侯还想不想在军队里混了 秦武司管事你都敢打 昨天我看你吃我们收来的粮 吃得不也挺香的吗 再说了 秦武司大人宽宏大量 不但没有责备我们 还多给了我们五成的粮草 秦武司大人 真是深名大义的好麒麟啊 万一他又是上报书律司怎么办 你说得清吗 他们投我熟 地灵 桃儿 桃儿 梁草已经准备就绪 罗杰警带着兄弟们有序发放了 好 发放 给谁啊 你不是挺逍遥山战的吗 天煞的雷虹 扰得远州民不聊生 恶朴便饮 这个凯阁城 看上去光鲜浮华 可实际上呢 连一碗粥都没有人愿意试试 我们要是再不管他们的话 这儿有一半人都会饿死 举手之劳 至少能保证他们不会被饿死 滑得来 要来的粮全分了 谢谢 那秀子营的兄弟怎么办 你就放心吧 我会想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保证兄弟们 吃好 喝好 明月 待他们把这分完之后 让兄弟们 解散自由活动吧 明天早晨 提前集合就行 眼下是战士 这么多士兵 怎么能够放任他们彻夜不归 这一路奔波很辛苦的 多谢 明月 照我说的办 好嘞 下一个 这帮人你还不了解吗 如果再不给他们放放风 他们就离造反真不远了 懂不懂 谢谢 饿 我们饿 修哥哥 我们走吧 姑娘 姑娘 这个还你 我 我们实在是太饿了 太饿了 姑娘 修哥哥 其实你根本没打算伤害他们 怎么没打算 让我们子川家族的继承人 吓成这样 全尸都不能留 是战略让他们流离失所 他们只是想要拼尽全力 活下去而已 我又能说什么呢 在帝都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这样的人和事 这远州 或许 才是真正的子川 我知道 你让我看到这些 是想让我回帝都吗 但 但我不走 你也看见了 那群难民为了一口吃的 什么都做得出来 只能见一个杀一个 而且 而且根本杀不完 那 那这些应该是雷洪负责 你也会有 在远州 这只是冰山一角 雷洪交给我负责 这种地方 你根本不该来 我身为子川继承人 身居帝都远离战火 竟然对这里的情况 一无所知 也确实太荒唐了一点 你也想要留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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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也是 真的想要留在这儿 我想要看一看这个 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世界 你放心 叔叔那里 让我去跟他解释清楚 就行了 那好 你就暂时多待几日 但是 不可擅自妄动 我在哪儿 你在哪儿 驾 驾 你去哪儿 我就跟你去哪儿 坐下吃吧 好 来 我来给你倒 满上 满上 来 满上 满上 阿修啊 别看这些小家伙们 没见过你 但是你的故事 对他们来说是 如雷灌耳啊 姐姐 你真想 小心吓着阿修的朋友 别淘气了啊 穷儿去 没事 对了 忘了给你介绍了 我的好朋友 子川 子川的子 子宁 子宁 对 好 子宁小姐 阿修我们是老相识了 阿修的朋友 就是我老德伦的朋友 我德伦的朋友呢 就是我们 左一族的朋友 别怕 他叫阿怪 你不是见过了吗 我怎么不怕啊 要不是你出现得及时 刚刚我就被他吃了 我跟你说 他今天说 我像五花肉 还不是要把我吃了 这是他们左一族人 独家的赞美方式 不信你问老德伦 如果有人说他皮肤像五花肉 那说明什么呀 夸你聪明 对 你也聪明 你脑子也是聪明 刚才那个小朋友说你香 那就代表着 你是真的香 你别胡说 哪有这样夸人的 我跟你们说 我跟你们说 这个左一族人呢 天生就爱吃 所以在他们的生命里 美好的事物 都比作美食 以后你就会慢慢了解了 阿怪 来 接手认识一下 子宁 小狗狗 说了你不用怕了 他们很热情的 没事 你的绑脚啊 是因为之前扭伤了 所以得用木板固定上 对了 这个多磨点 好得快 黑草糕 这可是宝贝啊 下来 下来 留着吧 如果这个时候 进行物资交易 别说我欠您那点钱 能够轻松还上 以后 也会源源不断地发财 可是绣子营 看上去 实在不太考得出我 我绣子营历史悠久 也是皇家王牌不对啊 想必 你们都认识这两位吧 将你们的身家交予这样一位 与司翼林大人和帝林大人 并驾齐驱的当代名将 为你们的财产保驾护航 好 好 原来是这样啊 你怎么不早说啊 我还担心你借他们的钱 还不了呢 我们永远不需要再借钱了 永远 因为我们致富堂 是个一劳永逸的赚钱模式 钱生钱 本番本 力滚力 好 停 好好好 远州本就平级 哪有那么多土豪 给你做生意 远州土豪少 但是人多 而且每个地方都有特产 就拿布鲁村来举个例子 他们有自己特产的黑草糕 眼下正是战乱的 哪有人不希望 多囤一些智商的糕药啊 我们就把这个 支付堂的消息散出去 肯定会有人上门来的 果然是前人栽树 绣川大人成梁啊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你们眼里不要只有钱好不好 其实支付堂呢 还有个更大的作用 支付堂的商人 走南闯北遍布四方 比我们行军打仗的范围 还要广得多 所以 我给他们所有人 都发了一个任务 打探雷洪的消息 现在 我们要把这张大网 给它撒出去 你们说 绣川大人要开支付堂的生意 咱们要不要也掺和一下 卖点什么 我当然是卖小说卖画报了 真卖不出去 咱还能自己看看 不浪费 那我 就开兵书店好了 给远州人 殉道殉道文化 还殉道文化 殉道文化 你呢 这世界上什么钱最好赚 女人的钱最好赚 就外面那些花花草草 就地取材 能赚好多钱了 因为我跟他们是真朋友 你知道吗 我曾经落难 是老德伦 他救了我一命 是老德伦 我呢 在远州这片土地上 真正地生活过 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啊 就像你对帝都一样 可是 我们以前也是一起长大的呀 那时候在帝都的日子 你都忘了 那个时候你不快乐吗 那是不一样的快乐 远州这块土地 偏远平起 算是子传家的属地 跟繁华的帝都没法相比 就像我一样 虽然有着子传家的姓氏 但是 秀哥哥 你不要说这样子的话 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看过 等远州的任务完成了 我们就一起回帝都 然后跟叔叔说 我们永远留在帝都 好不好 小娘 至少我现在得留在这儿 您殿下是哪里不舒服吗 不是 那殿下是有什么心事 我来了远州之后 我才发现 这里的一切 对秀哥哥来说是那么重要 相比较起来 我到底为什么来远州 来远州干什么 都显得无关紧要了 我现在就是有一点迷茫 我不知道我自己接下去 能干什么 应该干什么 你知道德伦他们为什么 跟绣川大人感情这么深厚吗 因为绣川大人给整个村子 带去了光明和希望 他们诚心诚意地对待我们 没有半点虚假 所以我们也愿意用真心对待他们 在远州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这里已经成了他第二个故乡了 可是 家族也有很多金兵强将啊 只要绣哥哥跟叔叔开口 那叔叔一定会念及我 他跟我的友谊 帮他照复好远州的 是啊 但是人人都觉得远州是荒蛮之敌 谁又能像他那样 把远州当成自己的故乡来对待呢 小宁 远州这块土地是无数人赖生存的地方 我们要对他负责 必要的时候 要为之付出一切 一切 一切 小宁 我跟你开玩笑呢 你让我再在远州待个一年两年 我可受不了 这里这么多虫子 现在 家族这么多事情 帝都要开三省台了 你也要在这边平定叛军 我留在这里也是给你添麻烦 我 我回去 小宁 我没说完啊 但是如果我要回去的话 你必须要 亲自给我挑一匹好马 然后我的行李 也全都要你来帮我负责收拾 我这一路上过来 可吃了不少骨 必须要舒舒服服的手 好 你要我做什么 我都听你的 这还差不得 期别 老子 这多少钱 老子 两个硬币 算得便宜一点 你看 要不要 不要 一个硬币啊 这个就要 一个硬币 智慧兵输人生不输啊 无论是带兵打仗 还是教友残情 生意兴隆啊 人生不输啊 人生不输 人 你先带你们俩了 我给大家这个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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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急 不用急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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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一本开饭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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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稍稍 走前 来 来 来 你敲几个帮我喝这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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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贵 你挨得很 先挑 先挑 这位兄弟 我看你面带一丝困惑 这个太香了 这个太香了 这本书特别好 不买一本吧 来 来 来 干吗 干吗 干吗啊你啊 兄弟们 阿泽 怎么 告诉修川大人 干吗呢 上啊 瞧家伙 走 瞧家伙 这边 走 你看这个 这个好看啊 便宜着呢 修大人 给我来一个 给 拿好 小宁 秀哥哥 这是我第一次做的 尝尝 第一次做的 还不错 真不错 报告老大 冒财他们被蛇尊人打劫了 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不是 请你帮我们把东西抢回来啊 阿泽 我告诉你 这摊位上的东西是属于摊桌的 并不属于我子传秀个人 你回去告诉大伙 如果摊位上的东西被抢了拿不着钱 那也就意味着年底分不着钱 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啊 这也要 让开 让开 你真的不着急 不去看看 其实对于秀子营来说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现在所有人都认为秀子营是散兵游泳 难称气候 但是 要在一定的条件下 而这个条件的前提呢 就是他们能够真正地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现在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这到底是一个机会呢 还是一个巧合呀 是 是